本地四所幼儿园爆发109起肠胃炎病例 其中15人送院 截至星期二已有6人出院 国家环境局、卫生部以及农粮兽医局联手调查 并暂时吊销了餐饮供应商的执照 来看记者吴立新的报道 位于盛港康布化湾第290A座组屋的人民行动党 社区基金会Sparkle Toss幼儿园 上个星期四发生了多起肠胃炎病例 李兆明的2岁女儿因此住院5天 星期二刚出院 发烧40度 发生惊风 我们就叫了救护车去医院 然后医生就检查尿液 大病 还抽血 还有抽脊椎骨液 然后他检测出来就是说 就是那个莎士门菌感染心痛 自己累点没事 主要是看着孩子受苦 卫生部国家环境局和农粮受医局告诉本台 从这个月22到26号 共接到了109起在四所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Sparkle Toss幼儿园发生的肠胃炎通报 调查正在进行中 据了解家长可向校方申请医药索赔 我们也不是说要找学校有什么问题 主要我们是希望说大家都能赚是小孩这一块 因为你看好像挺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说 其他三所受影响幼儿园都在盛港中心 分别位于第210、270以及298B做组屋 校方表示会紧密地协助当局调查 并以为受影响设施进行消毒 而在事件发生后 校方也暂停了供应商Kate's Catering 为所有11所幼儿园提供餐食 并聘请获得认证的厨师或是其他的供应商 来提供服务 供应商星期二起遭当局暂停 暂时吊销执照 记者上午尝试联络供应商 但对方拒绝受访 走访时也大门深锁